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投资理财天地》 汽车贷款我们来说一般都不太喜欢 不过Jonathan我知道汽车贷款里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大家需要留意 没错 大家要记得 除了买自己的房子 你买一部车应该是你第二最贵的资产 很多人觉得因为这么贵 我都需要借钱去买车 大家要记得 这几年 汽车贷款这个行业 是比政府查得比较严厌的 他们发现到有一批人 是违反了行业道德的标准 所以我们在这一集 就想看看汽车贷款的运作是怎么来 第二 就想看看大家需要留意些什么 还有有什么陷阱大家不要踩下去 那汽车贷款正常的运作 或者操作是怎样的呢 一个汽车贷款就是一种个人贷款 或者是个人贷款 只不过你是用来买一部汽车 我们见过几个情况 客户就反映给我们 他们去了一个车行 说我想买一个二手车 和想借钱 那车行就说不行 只是买新车才可以借钱 这个是一个错误 而是完全不对 因为不管你是买新车 二手车 不管是跟一个车行 或者是直接和一个人买他们的二手车 一样都可以借钱 因为这个是一个个人的贷款 那这种贷款呢 最短就是12个月 最长就是5年 那你自己是看回你自己的现金流 看看你可以多快换到这些钱 那有两种贷款呢 一个就是有按键和没有按键 那我稍后就会解释 那如果你决定了 你是借这笔钱的话 你需要签一个贷款的合约 就很清清楚了 写了你借了多少钱 和你怎么还这些钱 你又需要付利息呢 那这个利息呢 和借钱买屋是没有分别 你可以跟一个浮动的利率 或者是定了那个利率的 不过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是选择了 所死的那个定的利率的话呢 很多时候你不可以还钱 是还快 你本身和借贷公司 决定了你12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来还的 原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一开始贷款 他已经知道 他未来这1,2,3,4,5年 是会赚多少钱 如果你是中途还了 他就赚少了钱 就是那个利息 那么他可能就会 charge其他的费用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那么任何借贷 都有抵押和非抵押 两种情况的 分别在哪里呢 嗯 分别都挺大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就是分析 有抵押和非抵押的情况之下 有什么分别 那么当然有抵押的话 通常就是说 你用回你的车做抵押 如果是安装的贷款的话 那么大家需要留意些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还钱的话 那个贷款公司 可以收购你这一部车 然后就在市场卖出去 不但就是这样 如果他卖出去 那个车去市场的话 他拿回来的钱 不够抵押你所欠的总数的话 他可以追回你那个差额 如果是非抵押的贷款的话 你不需要让那部车用来做抵押 不过大家一样都要小心 第一 那个利息肯定高一点 因为是对贷款公司的角度来看 所以这一种贷款的风险是高很多 第二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 那个贷款公司可以直接上法庭告你 然后被逼你卖走任何资产 来抵押贷款的总数 所以这个分别是比较大 大家就要留意了 如果你真的需要借钱去买车的话 很多人就会想 我随便找一间贷款公司 我就借钱了 你买车的时候 你会不会走进去第一间去买 就买了 你不会的 你会去第二间 第三间 隔下隔 那贷款一模一样 如果你需要借钱的话 你找几间贷款公司 去比较一下他们的产品 和他们的借贷和贷款 每一个有什么特征 有什么费用 和利率在多少 如果有一个贷款公司 跟你说 我现在给不到利率给你 他批了才跟你说的利率 你千万不要接收这个答案 因为你去买屋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事 他批了出来之后 才跟你说你的利率是多少 没有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跟客人说 真的需要借钱去买车的话 要肯定知道第一天 你的利率是多少 是你临簽子 肯定要知道利率是多少 第二点就是大家要记得 你借钱去买一部车 和一个车标准 或者出租车 是两回事 因为一个车标准 一样都是12个月 去到5年那么长 不过那部车是第一天 去到最后那天 都不是你 是你基本上是租一部车 去到最后你就要还那部车 你去借钱去买一部车 很多些特别是贵重的车行 现在可以给一个选择给你 你是完了你的贷款局那段时间 可以交回一部车给他 不需要再付钱 不过这个和一个出租车的合约 是两回事 大家要留意 除了那部车的费用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费用 我们需要考虑呢 所以买一部车 是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你买了之后 大家很开心 问题就是 有其他费用 大家没有想过 这些费用 包括汽车的油 油每个星期 每两个星期要入 这是绝对不便宜的 每一年你要跟政府 如果我们说新南威尔斯这个省 我们是要跟RMS 每一年要登记 就是登记 以及要买第三方的保险 这个是没得选择的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都是差不多有四个位数字 再加上每一年要维修 以及维修 维修就是看你本身那部车多贵 几百元到几千元都见过 道路的收费 以及其他保险 其他保险呢 你可以买第三方 物的保险 因为第三方的保险分两个 你可以买人和物 人那个就没得选择 物那个就你自己可以选择 那大部份人一样都有卖全保保险的 或者comprehensive car insurance 那这样东西呢 就是补回你自己那部车的 那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是claim 这一种保险的话 特别是如果你是有什么交通以外 而是你就是出错那位呢 那你每一年的保费呢 是会越来上升的 那这个成本或者费用呢 很多人就没有想得到 那大家就要留意了 那有没有其他那些添加的产品 你是需要小心或者留意的呢 嗯 在买一部车的时候呢 特别是我们说借钱来买车呢 那那个泰宦公司 甚至乎那个车行呢 就想买很多其他添加的产品给你 那这个包括那个泰宦保障 那这一种保险呢 和收入保障是没什么大分别的 如果你出现什么事 譬如你是弄傷了 或者你病了 令到你是没有收入的话 那这一种保险已经保了你了 那很多时候呢 你说只是买一种保 你的车贷款的保障 保险值不值得呢 很多时候都不值得 因为你买个人的收入保障 已经可以保得你挺好的 第二呢 就有一种东西叫做赔偿差额 赔偿差额呢 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什么事 或者你是车离开了你的车 而现缩公司所赔出来的钱 是不够避免贷款的总数的话 那这一种保险呢 就可以保护差额 同一个道理 你实质上是不是需要呢 很多人说真的 是不需要的 第三呢 就是那个延长保收期 通常你买一部车 最少都有三年的保收期 那很多公司就想拖长 买多三年 或者买多一年 那大家要记得 你实质上在澳洲 你是比澳洲的消费者法律 都有保障的 那很多时候呢 都不需要买 有六个提示的 第一个 看回你本身借到多少钱 如果你借不到三万元 只有一万元可以借到回来的话 自己心中有数 再加上呢 利息呢 就会慢慢地上升 那你预算回这个问题 就希望你长期呢 你就还回到那些钱 第二 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同的 太风公司 你可以借到钱回来的 有不同的利率 不同的特征 不同的费用 大家就要留意 第三呢 就是说 任何贷款公司在澳洲呢 就需要和ASIC证监署登记了的 如果你怀疑他没有登记到的话 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的数据 第四呢 就是说 如果你每个月知道 你需要还四百五十元的话 你好好地每个月都还四百五十元 因为如果你还不到的话 有其他费用呢 你自己没有预算到 加加买买是会非常之贵的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这一点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这一点 第五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还不到钱的话呢 你很早期呢 就找回那个太风公司 再和他倾诉 看看可不可以解决到你的问题 最后的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和太风公司呢 就是做不到任何决定的话 你可以投诉他 就是跟回新的AFCA 或者AFCA 或者AFCA 很多人问我们 为什么澳洲还没有加息呢 大家要记得 我们本身的经济的增长能力 比较弱 特别是比起美国 我们这些负面的影响呢 现在是超过正面的 正面的影响呢 有哪些好呢 就是当然 煤价近期就有升 以及全澳洲 现在在建很多基建 不过 负面的影响 包括我们本身 人工没有增长 通货膨胀 一样都是这么低 银行现在收紧了它的借贷 而且它们的条件就高了很多 多了很多 令到楼价呢 就慢慢地跌下来 所以如果你看到全澳洲的经济 都不是那么好 而令到央行 就不会很快加息了 明年都可能不加息 可能要等到2020 时间就差不多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